这几天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瞬间紧张起来,伊朗率先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定点摧毁了盘踞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正义军,接着巴基斯坦迅速做出反应又打击了伊朗边境地区的反巴恐怖组织,这一消息一下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两国的关系就像下了一场过路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据报道,在双方关系都处于冰点状态时,巴基斯坦外长与伊朗外互相通电话称,双方拥有亲如兄弟的关系,大家要一起互信加强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双方都同意缓和一下关系这件事就过去了,换个角度来看待伊朗和巴基斯坦双方打击对方国内恐怖组织的这件事第一,盘踞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组织正义军不断地对伊朗边境地区制造恐怖活动,给伊朗的平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 第二,恐怖组织完成袭击后退回巴基斯坦境内,让伊朗军方无法跨境追捕围剿。 第二,巴基斯坦同样也面临着这样尴尬的问题,反巴基斯坦恐怖组织也用此方法袭击完躲回伊朗境内。 第三,伊朗和巴基斯坦两国为了把对方身上的这根毒刺给相互拔除,私底下展开了一次军事合作,把对方恐怖组织所在据点数量、精确位置、人员部署与出行时间通过情报互换进行交流, 精准打击消灭恐怖组织的有生力量。 第四,伊朗和巴基斯坦双方互射导弹跨国打击境内恐怖组织,在对外消息方面制造两国局势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实则主要目的是为掩盖打击恐怖组织据点而预盖弥彰。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目光,都在关注伊朗和巴基斯坦剑拔弩张,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的局限。 突然双方来了个180度的反转,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兄弟手牵手一起唱着我们都是好兄弟,高高兴兴地组织下一次同步行动联合反恐中去了。 塔利班发声在中方呼吁伊朗和巴基斯坦保持克制之际,阿富汗塔利班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塔利班发言人阿卜杜勒·卡哈尔·巴尔西表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外交部认为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事件令人警惕,呼吁两国保持克制,努力加强地区稳定,并通过外交渠道和对话解决争端,塔利班没有表达愿意调解矛盾的意思。 因为塔利班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而与巴基斯坦则走得比较近,伊朗恐怕不会愿意让塔利班调解,且塔利班目前尚未得到广泛认可。 不过由此也能够看出,塔利班希望能够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现在地区内爆发了新的问题,塔利班无法解决问题,但需要让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 通过呼吁甚至是参与一些地区内的事务,逐渐走向国际舞台。 当前,中东局势已经非常混乱了,且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外易效应,以至于连塔利班都感到警惕,这确实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亚洲已经成为全球中心,现在战火从地中海烧到了南亚,波及的范围已经非常大了。 虽然尚未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战火越烧越旺,局势失控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而一旦局势失控,地区内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将会比域外国家更大,从喊打喊杀到握手沿河目前加沙战火仍未停息。 然而就在红海局势也随之升温之际,中东地区又爆发了新的冲突。 伊朗先向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发射导弹,不之后,又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进行了打击。 德黑兰出手打击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目标,摆明是为了清扫以色列摩萨德分支机构和反伊朗恐怖组织。 但问题是眼下中东局势复杂,再加上本轮巴以冲突影响也在不断外溢。 基于这个大背景,伊朗又为何要在此时招惹巴基斯坦呢? 要知道,不久前在达沃斯经济会议上,伊朗和巴基斯坦官员还曾举行过会谈,并强调将共同加强在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但仅仅只过了一天,伊朗便越境打击了巴基斯坦境内目标。 这对于巴基斯坦而言,自然是难以接受的。 虽然伊朗空军炸的是恐怖分子正义军的基地,但是这不管怎么说都是侵犯了巴基斯坦的领土主权,另考虑到伊朗出手的前一天,印度外长苏杰生还曾到访该国。 因此,巴基斯坦势必会为之十分不悦,毕竟巴基斯坦和印度一直互相敌视,并且两国因为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已经不止一次的爆发过军事冲突。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此举多少也是有些不给巴基斯坦脸面。 该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当即召回德黑兰大使,已是对伊朗的不满,之后还回诈了伊朗境内的比鲁支恐怖分子组织。 对此,伊朗方面虽表示抗议,但两国的关系似乎未受影响。 这里需要提及一下,比鲁支人常活跃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伊朗三国交界处,也正因如此。 即使巴基斯坦政府有意对比鲁支恐怖分子组织进行镇压,但是考虑到他们时常会撤回到伊朗,或者说阿富汗境内休整。 巴国的反恐行动开展起来也并不是很容易,因此,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一出基本也算是以上往来。 事实上,受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巴基斯坦和伊朗可以说都深受分裂主义困扰。 先前伊朗境内发生连环爆炸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就出来认领了吗? 虽然伊朗高层随后也已表示,势必会就此事发起报复。 但不得不说,伊朗也不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有意思的是,伊巴两国虽然都是伊斯兰大国,但分明一个是什叶派国家,一个又是逊尼派国家,两者来回进行空袭,又如何会丝毫不会影响国家关系呢? 然而,就在中东局势纷繁复杂之际,有媒体注意到,即使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就空袭事件进行过抗议, 但是这之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的联合军演始终并未暂停。 而这也就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大抵要化干戈为玉帛了,或者两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大动干戈? 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综合国力比较起来,谁更强巴基斯坦和伊朗,其实都算得上是军事强国。 巴基斯坦的优势在于军队规模,核武器等方面,伊朗的优势在于军工科技研发方面,巴基斯坦的主要对手印度尽管被我们有些人瞧不起, 然而实际上印度的军事实力放眼全球绝不算弱,我们之所以觉得印度不强其实是因为我国太强了,总兵力127万的印度陆。 嗨,空三军在规模上位居世界第四位,另有50多万预备一军人和100多万准军事部队。 目前伊朗最先进的战机只有为数不多的苏33和米格29,由于伊朗长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所以要想在国际上获得先进武器的难度颇大, 可印度,沙特所谓的精锐部队在实战中表现如何呢? 印度的兵力规模,武器装备按说比巴基斯坦更强,可在历次印巴冲突中也没见印度占到多少实质性的便宜啊,沙特就更是连胡塞武装都打不过, 事实证明光靠买买买是无法真正强军的,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能买到的只是现成的武器。 但军工研发技术,战术素养这些东西是买不来的,这也是印度的军事强国地位屡屡被人质疑的重要原因, 目前来看一,伊朗是有前车之鉴的,之前打击以色列支持的恐怖分子也是直接打击,这次更何况是巴基斯坦,被炸死了100多人,伊朗肯定咽不下这口气, 直接打击窝藏在名义巴基斯坦的笔鲁之恐怖分子,没有通知巴基斯坦,比较强势,但正巧是巴基斯坦的眼中刺,帮了大忙。 但涉及到主权,又必须得报复,互相表演一下,伊朗在道歉主动求和。 借泼下驴,皆大欢喜。 二,互相表演给国际观众看,不被西方那些白左扣上侵犯人权的帽子,不像萨达姆镇压库尔德那样遭到制裁,正好双方都打击了想要打掉的恐怖分子。 来点东西,andi人权的名字,不像萨达姆镇厅尔德那样遭到葬鲁之上。